在新竹昨天凌晨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枪击案件 有名26岁的詹姓男子到市区的民主路上的彩券行 要递朋友去协商债务 没想到却被不明人士闯入 似乎以进行刑事的一个方式 近距离的连开了两枪 子弹罐创的这个左儿还有右脸颊 詹姓男子呢当场倒卧在血泊当中 送一只后还是不治 匆匆忙忙把这名受伤的男子推进急诊室 男子满脸是血躺在单架上一动也不动 这名26岁的詹姓男子23号凌晨2点多 受到朋友委托 和两名友人来到新竹市民主路上这间彩券行 和店家业者协商债务 却突然遭到不明人士闯入 并且朝詹姓男子开了两枪 一枪贯穿左翼 一枪打破右脸脸颊 近乎行形式的近距离枪决 前额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伤口 大概一乘一公分 那后面的颅骨也有一个伤口 让詹姓男子当场倒在血泊当中 但奇怪的是 匆贤在临走之前还刻意把铁门拉下 试图减缓警方救援速度 警方强行进入彩券行 把铁门撬开 但詹姓男子送医之后仍然宣告不治 警方的现场用漏声阻挡媒体拍摄 对于市区街头 竟然发生如此残忍的枪杀案 态度十分低调不肯多说 马路上你可以拍啊 但是不要拍到里面啊 等一下这边测了 你要拍再拍没关系啦 警方前表示 会尽快找到死者友人 及关系人 厘清这整起案情 中间新闻 何孟前刘一君 新竹采访报导 我成功采访报导 本身的 对于市区开装 对于市区开装